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先随便打开一个国内的网站 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叙利亚废墟城市霍姆斯的文章 我们看到有一些搜索新浪有很多的报道 然后我们点击分别进去看一看 文章都报道了哪些内容 大概描述了一下这个战争的情况 然后说霍姆斯已经成为了一座鬼城 几乎全部损坏 这个视频不能点 霍姆斯是叙利亚的第三大城市 仅次于大马士格和北部的接近 土阿奇的阿勒坡 它是中部最大的一座城市 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他说这里几乎成为了鬼区 还给了一个地标 然后我们拿这个地标去谷歌地图搜索一下 因为我的位置在新加坡 所以这里默认的是新加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社区这个地名有四个地方 阿联酋 沙特等等 我们来点到叙利亚里面 这个地方的社区并不在霍姆斯 我们来缩小看看它在哪里 它在哈马 哈马是在大马士格和霍姆斯中间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北面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再缩小一下看一下 它并不属于霍姆斯 哈马也是一座历史非常著名的城市 里面的哈马博物馆里面 洋葱军也有去 里头有一些 两河流域时期的一些文物 我们再来确诊一下这个地址 这个社区在哈马 就是霍姆斯的北部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小村庄 这个小村镇吧 相对来说还是 有些树 有些树没有了 房屋 就是中东比较典型的 类似我们这种 自行建造的板房 还有一些农田 这个社区基本上看起来也比较完好 在哈马这里 对它下属于哈马 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它并不属于霍姆斯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霍姆斯的城市图片 这是洋葱军随手拍到的霍姆斯 霍姆斯的城市阶级 是在市中心这里 这里是在市中心向南部 这里是市中心的霍姆斯塔 霍姆斯塔中 刚才的花园是在霍姆斯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M5 进霍姆斯城市的地方 我们放大 继续放大 M5是通向大马士革 是向霍姆斯的一条公路 就是说这里我们看到了 这里有片花园 这片花园就是刚才照片里体现的 就是进入霍姆斯市区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建筑非常的整齐 都是一些人家 这里就是霍姆斯市区了 市中心 这里是建筑政府以及叙利亚银行 还有刚才的霍姆斯中 然后我们在周围也看一看 基本上也没有发现太明显的 战争区域 也不像文章里报道的霍姆斯 就俨然成一个鬼城 我们再看它北部的郊区看一下 房屋也是很整齐 还是这种像我们国内的城中村的这种板房建筑 然后接下来 然后就要带大家看一看真实的 战争受损的区域 其实在国内搜索战争 叙利亚战争损壕的城市 就是霍姆斯以及阿勒坡 其实这两座城市都没有很大规模的损伤 并不像文章报道的成为鬼城或者全是废墟 即便是重建的话 也不会在两年内如此快速的重建 以中东人的修建的速度的话 根本不会有这么快 和财力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叫什么 其实这个地方叫伊地利部 大概在这里 就是接近土阿奇十月份行动的这个北部区域 好了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以后杨松军会接着讲一些奇妙的东西 有关世界的